41歲功夫演員李嘉 早前在人氣劇《一舞傾城》當中飾演麻鷹 獲得不少好評和關注 李嘉入行當年 功夫硬看形象深入民心 1999年 他考入TVB第四期特技演員訓練班 擔任龍虎武士 之後再入讀藝訓班轉型做演員開始拍劇 不過2020年 他轉簽黃禎旗下公司之後 就主力在內地市場發展 昨天李嘉在社交網出鋪 聲稱自己在拍劇時 不慎被坐地登擊中眉毛位置受傷 多場立刻血流如珠 嚇襯劇組工作人員 由相中可見 李嘉的傷口距離眼睛非常接近 如果稍微有偏差 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難怪李嘉後拍表示 傷距一串可能就變成毒眼龍 據知 現場工作人員成功止血之後 李嘉堅持要拍完當日的戲份 才肯去醫院治療 真是相當敬業 目前他的傷口癒合情況良好 他亦未要求休假 繼續如常開工 果然大丈夫不拘小節 早日康復英哥